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使用Tracker来拟合分析刚刚所获得的所有的数位化数据的方法 那刚刚我们的追踪可以得到你的T也就是你的时间 还有X方向每一个抛出去乒乓球的位置X方向跟Y方向 那如何去做分析呢 我们可以在图中按任何一个数据点按右键选择分析 它就会跳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视窗 那这样的一个视窗呢 它包含了一个沿着Y方向的抛体跟沿着X方向的抛体数据点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呢做一个进一步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要先知道你的数据点的位置在哪里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图上的Measure 把坐标轴把它打勾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的十字标示着我们的位置 比如说下面的黄色下面写的T等于0.567 X等于1.31 那在如何要去做拟合分析呢 我们则必须叫出公式的部分 在图中我们可以选择Analysis 然后呢选择拟合 那下面呢就会出现一些拟合所需要的一些格子以及参数 那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我们先在图中我们只要呈现 X方向的所有运动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在中间把这个Y方向的标记打勾去掉 把它的线打勾也去掉 因此在图中就纯粹只会呈现 有关于X方向的位置 对时间的关系 那在图中呢 假设我们把这个X方向位置的线把它去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每一个点就是刚刚所抓到的数据点 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 TRACKER内建的许许多多的函数 我们知道在抛体运动中沿着水平方向 它其实是一个线性方程式 也就是SX可以写成SX0加VX0T 那图中它的拟合方程是 第一个线性拟合它就是写成X等于A乘上T加V 所以其中的A就相当于我们水平方向中的VX0 那图中的这个B参数就代表了我们的SX0 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头如果把图放大 我们选择了自动拟合打勾 就可以看到拟合的红色曲线 红色直线就会把拟合的参数 告诉你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起始速度是-2.25公尺每秒 那我们起始位置的点呢 是-0.0224公尺 那不要忘记这个1代表是10的几次方的意思 那我们一样可以去变更图中的每一个点跟线的样子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风格可以看到 沿着X方向的点 我们可以把颜色换成比如说黑色的点 然后把它改成圆形 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我们实验数据点就看得比较清楚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拟合方向是这个线去变颜色 可以变成蓝色 那你也可以变成红色 然后在这里我们使用红色作为我们的拟合线的样子 好这是关于X方向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头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曲线 例如抛物线 它也有它的公式存在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把公式写成我们所了解的形式的话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将以Y方向为例来编辑一个方程式 那为了要做Y方向的分析 我们首先呢 必须把我们的时间对的函数改成Y 因此我们可以把Y这颗数据按住我们的滑数主线把它拖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T跟Y就会放在前两格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Y的这个线就出现了 那我们把X的标记把它去掉 那我们Y呢 只要留下我们的标示即可 那我们编辑一下我们的风格 我们把颜色改成蓝色 把大小改成大一点 然后改成圆形 好 那这个连接线因为我们不显示 所以不管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沿着Y方向的运动方程式 那当然在内建有个抛物线的拟合 我们可以看到 Y等于AT平方加BT加C 这里头都是所谓拟合参数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希望用我们所认识的公式 也就是SY0等于SY点SY0加VY0T-1GT0方 这样一个公式来作为我们拟合方程式 好的 所以呢 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就在图中可以选拟合分析器 按我们滑鼠的左键 然后呢 我们新增一个方程式 点这个New 那我们在名称里边做一个更动写成抛物线分析 抛物线Y方向分析 好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Y方向的这个公式的命名 那在刚刚的公式里头我们需要设定的参数有SY0 这是可以需要拟合的参数 VY0就是起始速度 这也是需要拟合的参数 以及重力加速度值 我们也可以用拟合方式或是手动输入方式设定重力加速度值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实验中 我们可以假设我们不知道重力加速度的值 而去获得实际当地抛物的重力加速度值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取代传统的供电门实验来求取重力加速度 因此我们在添加的地方 我们要添加三个参数 SY0 VY0 以及G 好 所以我们在参数的地方 第一个就把它写成SY0 参数二参数一的地方写成VY0 最后在这个地方改成重力加速度值的代号G 那我们的公式写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表达式的地方 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一开始的公式是S等SY0 加 不用写SY0等于 直接就把表达式写进去就即可 加上VY0 乘以T 再减掉 我们刚刚说我们定义向上为正 因此重力朝下代表是负号 减0.5 乘以G 乘以 时间的 我们点T 平方 这只有平方你可以乘两次 你也可以使用 HAT帽子这个符号 然后上面写2 如果未来公式有三四方四四方 一样用这个符号然后后面接个数字就代表次方数 那如果你设定正确你按下Enter的时候 这边会显示出黑色的数字 如果说出现红色数字代表你的公式有误 通常会出现有误的地方 譬如说这个VY0 通常大家忘记写一个称号直接跟T连在一起 因此它就出现红色的字 好如果我们这样整个设定好 我们就可以选择关闭 然后呢点选自动拟合 我们可以看到 曲线直接给我们数字看起来拟合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可以到 我们重力加速度值拟合值出来是9.808 然后我们的VY0呢 它的数字是4.229 SY0呢是0.00525 那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所有单位都是SI单位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位移相对原点位移是0.00525公尺 我们沿着Y方向的起始速度是4.229公尺每秒 我们拟合所得到的重力加速度是9.808公尺每秒 那我们拟合得到的这个标这个方均跟偏差呢 就是0.003488 所以可以看到Tracker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 拟合我们的所有抛体运动沿着X方向Y方向的数字 好那为了让整个分析完整 我们一样去将抛体运动X方向的分析一样把它写好 所以我们一样打勾X方向把Y去掉 我们把X移过来 好那我们就是要X方向的 那我们新增一个拟合分析器 我们new一个叫做抛物线X方向分析 那因为X方向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加速度 所以我们只要两个参数就好 就是SXX0还有VX0两个参数即可 那表达是同样的我们打XX0加上VX0乘以T 然后关闭 那我们让它做个自动拟合 就可以得到XX0跟VX0的参数 那我们得到不管是X方向的参数跟Y方向的参数 再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用来做所谓的 它的不同方向的模型的建立 那这是有关于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曲线拟合部分 这是我们的曲线 有关的曲线 点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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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钠